大家好,我是金金 今天我们来做土豆泥烤面包 将两种面粉混合均匀 加入糖和盐,搅拌 酵母溶于水中 倒入面粉,将面粉搅拌成絮状 加入鸡蛋液,继续搅拌 用手揉成面团 成型后倒入油 将油完全揉到面团里面去 揉好后,在40度左右的环境里发酵至两倍大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做土豆泥馅料 土豆去皮,切小块 烧开水,将土豆煮烂 水开后大概煮5分钟左右 洋葱切细丝 放入碗中,用手抓散 捞出煮好的土豆 捞出煮好的土豆 压成土豆泥 将土豆泥与洋葱混合 加入肉末 搅拌 撒一点黑胡椒粉 一勺料酒 一勺酱油 一勺美乃滋鸡蛋酱 充分混合 再撒一点盐 调味 继续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面团也发好了 将面团中的空气排出 按板上撒一点油 揉到面团里 大概揉三分钟左右 将面团分成均等的三份 整理成圆形 然后盖上保鲜膜 让面团休息15分钟 15分钟过后 将面团按压成中间厚 四周薄的面团 小圆饼 包入刚刚做好的馅料 封口处要压紧时 都包好后盖上保鲜膜 二次饧发至两倍大 40度的环境大概需要发酵40分钟 发酵好后 用剪刀在面包上剪出十字 开口处要剪稍微大一点 然后在十字开口处上挤上美乃滋架 再涂一点鸡蛋液 预热好的180度烤箱烤17分钟左右 烤好后再撒一点海苔粉或者西芹粉 再来点辣椒粉 焦香的面包里面包裹着香甜的土豆泥肉馅 凉了之后 微波炉加热了吃也超级美味 快点试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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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